楼显影低叫一声,直接站起来,朝墨景浩和白泽所站的那棵树跳了过去 空间太狭窄,他整个人挂在了墨景浩身上 墨景浩看着粘在身上的女人,眉头紧皱,露出厌恶之色 拎起她的衣领稍微用力,就想将她扔下去 楼显影察觉出了她的目的,在她动手之前,威胁道 墨景浩,如果我被发现,绝对会将你供出来 堂堂景王爷大半夜不睡觉,跑到这儿来,你不怕丢脸就动手 打死我也不松手,一会儿我们都会被抓个现行 聪明的话,带我一起走 墨景浩深吸一口气,努力抵制自己将她甩出去的冲动 极不情愿地搂上她的腰,嗖的一声,一白亿黑两道人影消失在夜空中 相府侍卫追过来,连他们的身影都没看清楚,就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速度太快,只觉得叶峰在耳边呼呼刮过 楼显影有种下坠的感觉,她闭着眼更加搂紧微近墨景浩 等一切终于停下,冰冷的声音也从头顶上传来 下来 可墨景浩几乎没给她行动的时间 自音落下的同时也不客气地将她整个人甩到地上 骑马从一米高的地上跌落,屁股着地 她痛得咒骂一声,半趴在地上,揉着摔疼的屁股 靠,谁先挂在你身上啊,你说一声我自己会下来 什么人啊,摔下来不会疼啊 楼显影抬眼看了看周围,发现他们竟然已经回到了景轩院外 她的轻功也太厉害了吧 楼显影,把你整人的招数收起来 你在景王府的一天,就给本王安分地待在翠竹园 别整天竟做些无聊的事 切,嫌我做的是无聊 那堂堂景王爷大半夜不睡觉 跟在我后面跑,躲在树上偷窥 就很有聊了 楼显影反唇相机 在他的字典里可没有妥协两个字 墨景浩有些被噎着 回想自己今晚做的事 确实有够无聊的 不过,倒是有点收获 笼子的黑鼠绝对有问题 从被他放进屋子里后 竟然不是在房里找食物吃 而是直接爬上楼玄雅的床 在楼玄雅冲出房门后 那些黑鼠也跟着有序地爬出来 钻进草丛中 在此期间 楼显影只是趴在屋顶上 什么事都没做 他探寻的目光一直落在楼显影身上 他想知道答案 只是他更知道 就算他问了 楼显影也不会说 楼显影 今晚你所做的事 只是因为极恨他 抢了你的未婚夫 楼显影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一看白痴的眼神看他 哼 你想多了 未婚夫 那是什么玩意儿 我只是纯粹去送礼 以报之前被欺压之仇 柳姨娘那儿还没送礼呢 下次一定补胜 他性子这么烈 能被欺负 墨景浩实在很怀疑 但懒得跟他再多说话 转身往景轩院走 同时也甩下一句话 你可以离开景轩院范围了 这丫头 竟然感人了 要不是楼显影还没摸清楚他的真正实力 一定冲进景轩院去撒野 不过从刚才他那飘渺的轻功来看 他的武功应该深不可测 身边还跟着那么多下属 他还是识趣点 别去惹他 话是这么说 他离开前还是不甘地对着他的背影 扮了个鬼脸又比了个中指 才瘸着屁股一拐一拐地往翠竹园走 墨景浩走了十几步 在进景轩院前顿住了脚步 回头望着夜色里那滴着脑袋 浑身散发着怨气的女人 她真的是相府嫡长女 王爷 您觉得娄小姐哪里不对劲吗 白泽在他的脸上看出异样情绪 他和暗夜从小跟着王爷 虽然常常看不透王爷真正的想法 但却敢言比其他人了解王爷 很少有人和事能引起王爷如此注意 据以往经验 王爷露出这样的表情 说明他对某人或某事上了心 以后他有什么举动 及时告知本王 墨景浩留下这句话就进院子了 留下犹如丈二和尚的白泽 在猜想王爷的意思 难道娄小姐会成为第二个 让王爷动心的女人 这究竟是不是好事 凤翔酒楼 静雅的乡房里 一身白衣蓝袍的义军签 左手执黑子 右手执白子 正在自我对异 不时地端起手头边的清茶 细细品尝 直到敲门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进来 庄主 侍从打扮的人推门进来 拱手行完礼后 便压低声音向他禀报 小人经过几日观察 娄小姐除了养了只白狗 并没有养您说的黑鼠 不过 听说景王府和相府 前几日老鼠横行 哦 什么鼠 义军签听后 终于来了兴趣 端起茶杯 清拨了拨茶盖 喝了两口 抬头询问 庄主 您上次 特意跟小人强调黑鼠 所以小人 也特别留意了他 您稍等 小人捉了一只回来 侍从说着 又退出房门 不多时 再次敲门进来 手里 多了个铁笼子 他将笼子放在地上 掀开黑布 将里头的黑鼠 展示给义军签看 义军签一看 微眯起了眼 拿过来 是 义军签拎着笼子 仔细端详了一番 嘴角的笑意 越来越深 楼悬影 你果然本事非凡啊 一次 可以说是巧合 但这个 你又如何解释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 他还特意对画中的老鼠做标记 他是怎样做到的 究竟有怎样非凡的本领 难道预言中的人 是他 福田 到钱府一趟 就跟钱大人说 经过司令 我答应他的提议 愿意进宫 当画师 庄主 请三思 宫廷画师 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你身份尊贵 我已经决定 不必劝我 去跟钱大人传话吧 一会儿 我书写一封信 你把它 捎回庄里 义军谦朝福田挥手 示意他 可以下去了 而他 也从旗盒里 拿出旗子 继续自娱自乐 如果不是这个发现 他是不懈进宫的 可为了找到理由留下 为了接近他 他必须接受 钱大人的提议 若他 真的是 欲言中的人 那他对他 微妙的感情 该如何搁浅 放不下 总有一天 他会把自己 逼往绝境吧